所国立大学的女学生被附近的民众控诉 每一次从女生宿舍骑单车出来都会逆向骑在骑楼 还常常撞到行人 而实际观察发现了不少学生骑单车都是违规的 校方说会加强宣导 而警方则说要是学生不听劝 最高会依法开罚600块钱 逆向 再来一个也逆向 一堆女大生违规逆向在骑楼骑单车还经常撞到行人 附近居民又气又无奈 台中一所国立大学女宿舍外警邻邮局 对面还有大学系所 不少学生疑似赶着上课就会超捷径 逆向骑单车经过骑楼到对街的学校 学生违规也导致校方与邻里间的关系紧张 就民众认为既然是学生的问题 校方也应该要出面管束 大学生还要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负责任 不管是学生的行为或者生活规范 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协助跟教育 校方表示会加强宣导也会请警方多巡查 警方则表示如果学生不听劝可依法开罚 最高600元法华人基尔台中综合报导